来 老师有那一道题 他想问阿宝老师 有看什么类的住宅可以增加到 人觉得他的花絮和雕构 算是可以增加 他这是在白人的文息里面 包括在文息还有户外 灰龙构的红枯 有后来台西高辖和红尼多 还有一个营业粉丝的油 他觉得小番茄的页面 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戒指栽培 就是看起来应该是这种戒指栽培的感觉上 开花应该开得还不错 应该营养各方面好像是还可以的 那么你说有什么东西 可以增加花絮和雕构 那么通常火要多 大概在开花以前 我们很多好朋友 就是说他这个行动的这个规定 那么适当的一个营养 最重要的就是 让他有一个玉米树 这种东西 在花芽分化的最初期的时候 这个花生得更好 他会比较大幅 他会比较大幅 通常在前面 那时候当然这个佐果肌一定要噴 尤其这种隔温 那么佐果肌可以把南天然细胞分类素 这个 这些萨特基尼 我们给它翻例做萨其多 这很多好朋友 用了都还不错 尤其我们在农机站 这个中间很多好朋友 帆头来来找 都会找一支 我朋友就是说这个 我朋友就是跟我说这个 叫我来找 电台带这个东西 就是它下去了 改善它 因为高温结果不良 还是说这个低温结果不良的 这个情形 所以呢 这个大概是 你这个花芽的好事 就是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的 尤其甘米是一开始 尤其头经 这个一个半月 这个长 不能 不能让它太过头短 因为太过头短 就是很细弱的时候 它的营养生长 没说太好事 那么会影响到它的 也影响到它的産量 但是你如果说 一直都让营养生长 它要到處 продолж salt 好 如果这么简单 全世界的高林胶 早就卖翻天了 不太好用 就是说你不要让他太向前 让他正常的这个活用 根本没垂肺这种的一个 当然我们用一些这个玉米苏 帮助他发芽分化 他的行动会更好 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要抬高辖 要抬高辖就是最主要就是 牙虫要处理好谁 所以最近我们有一个 我们跟我们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厂商 他有一个还不错 就是说这个蚂蚁的耳迹 这个我们最近在很深度的这个试验当中 这可能很快就看到这个效果 那么这种东西最重要就是说 他可以让他的耳迹和声 他会承转 承转因为高辖派出力 就是说你放高辖 他有的在外面 蚂蚁不舒服 他就想就很不舒服 就死在外面 就来不及回去 这种效果不好 最早的我们就给他放一些 这个分譜年的这个蚂蚁 但是刚才就让他听 这种东西的效果就没那么好 这个你要知道说 稍微看看高辖 差不多在哪一家 这个用一些这种耳迹 这个还是说像分譜年的这个蚂蚁 在这个耳蚁这个地方来给他做一个这个处理 这种的这一般来说 都会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这点这个通常是这样 所以这个高辖和黄地独 就只有客 我们就是比较高辖 尤其在地高辖通常就是 牙虫跟蚂蚁他们是共生 所以有的人会去给他放这个长头的 放这个赛苏安的一个这个蚂蚁 放这种 放这个叫做 不是分譜年的这个蚂蚁 跟这个赛苏安 这起来呢 就说你如果给他控这个好 就比较容易 这个蚂蚁就会比较有这个效果 那么另外一个是 这个黄地独的这个部分 没有更好的方法 红蚁蚁只有 革兰底这个水量 就是说你油了 大部分的这个红蚁蚁的用油 效果都不错 但是呢 它的水量一定要成熟 有的说 你都说效果不错 其实简单说就是 你装備没有用较好 但是就是说确实效果 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 那么这个重要的这个所在 就是说你水量要成熟 水量要充足 那么这点的这个 可以让我们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这个了解到 这个基本上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是在这里 让我们听众朋友 稍微做一个参考 那么这个营业粉丝的药 这个 这个分散 没有什么特效药 这个以前达特难 大家认为说这个达特难 但是营业粉丝 我告诉你就是说 通风好日照充足 这个不要让有所在通风好日照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营业呢 这通常的 这个 比较 就较不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通风一定会好 那么这个营业呢 这个番茄 这个营业呢 比较像呢 这个 有些在 幼页的时候 较幼页的时候 那个乳剂 这个管理呢 不太 不太对 所以呢 这有这种的 这个情形 来改这个三星 这一定要 稍微做一个 这个了解到 那么另外就是说 这个 感觉会较较 有这种 O-N的 这种情形 这O-N 会有这种 这类似 类似 像这个 一般来说 不是 不是病害 这一般通常是糖 比如说 可能是分散 还是什么样的 这个 这种排泄物 所以就较容易 有这种 这个 这个 酶炎病 酶炎病 那么有的人说 就叫病了 为什么 其实它真的不是病 这种 我们是 O-N O-N 那是 气味 或者说像这种 这种 这个 牙虫 它的分泌 这种 这个 密度 一类的 这个东西 那么 那个地方 就会散行 尤其像 这个分散 比较多 他们的粉丝 也是会 它就会 它就会 它会 这样 噩扇 噩扇 所以就变成 这个 叫做 炎病 这如果是 较严重 整体 这个 虚子 把它 搞掉 会 较较 消费业 把他 这个 提掉 就是 这个分散 较严重 所以你把这个 消费业 一般来说 咱甘病 就 不爱 很早去 把它搞掉 有人说 所以 七十八十 就把这个 虚子 搞掉 这不对 就把它搞掉 比较通风 那么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又不对 因为你如果把它搞掉 很通风 也不对 但是 也影响 影响到 这个光合作用 所以我们 这位好朋友 你这可能静下 跟这一段 你都不要用油爱的 这个才会这么严重 那么 这个油爱夹夹 如果是这样 我在怀疑 你这个油爱夹夹 应该是去担到 这个石灰硫磺合剂 那么 有的人说 那个是 这个 非农药防治 这对 这绝对是 非农药 那些东西 不会要害 像跟你说 石灰硫磺合剂 不会有要害 这非常容易要害 稍微 一点 一点 浓度不对 温度太高 它就夹外 这些东西 这 很好用 在古早时代 没有农药汤 好用的时候 其实蛮好用的 现在有很多农药汤用 那么 其实 这个东西 反正就很久 很早以前了 这可能200年 应该有 这个农药 18 18年 19 20 对吧 200年 对 大概有200年的这个历史的 最早 他是拿来做这个 葡萄 葡萄的白粉病 那么 很多这个又杀又能杀虫又能抗病 所以甚至有的拿来杀菌杀虫杀虫杀虫之珠 就杀到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那个药 所以在用这个石灰硫磺合剂的时尽 你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因为 有的作物的这个组织 比较柔嫩 还是什么 对这个东西 有的说 这个不错 这个很安全的 安全不是这个药 是这个 它不是农药 是你把这种安全 但是对政府来说 这个东西 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这个东西 要非常的这个小心 这石灰硫磺合剂 简称石硫合剂 一般来说 它是石灰硫磺粉 1比2 去加水 去控控 反正很便宜 效果也很好 那么很多果农都有在用 但是很少就给它提供 好像把它当做很神 这样一行都有好 温度管的时候 它就容易要害 所以这要小心 如果是高温的时候 以前你有用到这个石灰硫磺合剂 那它有可能 效果也是这个变色 因为我看你的叶子 这应该起码 起码就是说 你种下到真的 应该你可能 没什么担荣药 为什么 因为整个都卡黑烟 一般通常的卡黑烟 是我们开始在办 到末期 到我们栽培末期 因为没有 第一 担荣药也很难担 第二 你就是说没想要担 因为要收起来 对吧 这已经到末了 要收起来 所以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里要稍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胃烟病 其实它不是病 有可能是分散 或者说有这个胃烟病 或者说有这个胃烟病 你说有什么 这个 这种有的防治方式 有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 风滴的一个方式 有什么样的防治方式吗 这种东西 要怎么来把这个风滴 这个有机的这个方式 有机大概就是这个 我们用一些 类似像 那叫做 葵花油 葵乌露 这种的这个东西 和这个维生物的一个发酵液 我们有一个胎粉杉 这个胎底堵的 这个都可以 这些东西 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但是 目前这个 最便宜最好用应该就是 这种 矿物油 这种的这个东西 精炼过的这个矿物油 这个会比较 简单 有效 所以你可以来 给他这个 刺看 那么这个一定要赶快防治 这个很严重的 这个维生物 光合作用效率 很低 你怎么吹飞 用什么蜜肉包 用阿包 也都没效 这种东西 就是说 它没有光合作用 你用什么东西 都没有什么效果的 一定要有这个 适当的这个叶片 看起来 这样真 真惊藏 像你去买的那种 商品 这样 草的 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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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枝条 也长得蛮健壮的 叶子 都很不错 这样 高较高较 这种 这开花开的 多 这一定要 稍微注意一下 这给我们 注意听众朋友 你可以 稍微做一个参考 这样